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 之前我們去了卡比灘的週末夜市 看到沒什麼人 還有很多都沒有開齊 我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澳南海灘 現在逢星期五六日 五點到十點 整條街都開了夜市 現在影片裡面就是澳南海灘的夜市 這個夜市沒有其他東西 全部都是賣食 非常之多選擇 因為整條街都開門了 這間夜市開了 突然之間澳南海灘好像熱鬧了很多 多了很多泰國本地人來這裏 逛街賣食 尤其是晚上特別熱鬧 我等一下會拍晚上給大家看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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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食 全部打家 日本邊紅海灘 看了 M系 civil 動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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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未算是熱鬧的 現在馬上去看看晚上的情況 真的會嚇到你 因為突然間好像多了很多人 和我之前前兩天拍的奧林海灘雙鋪的影片 好像雙測好遠 因為今天真的挺熱鬧的 當然和沒有疫情之前 都不能相比 但也不算太差 我們是開車拍的 因為那晚實在太累了 但也看到非常多人在逛街和買東西吃 這裏還有小朋友在表演火獎 平時火獎看得多 但都是大人的 但小朋友玩我真的第一次見 真的非常之厲害 我之前說過 因為這星期仍然是音樂節 所以可能這裏只不過是三分之一的泰國人來了這裏 大部份泰國本地人都去了音樂節 音樂節真的非常熱鬧 我們去了之後 完全是覺得 忘記了現在還是疫情時 因為我們真的很久沒見過 會有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 在一個活動中 那音樂節的影片 明天就會出給大家看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等明天的影片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